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我想和我两个兄弟一块去喝点 要不你也一起 行 花雷雷点头答应 张凡听了却直接拒绝 太晚了 我们得回家睡觉了 别啊 李泽急忙挽留 可的话还没说完 张凡两人已经转身走向了他们的房间方向 兄弟 等等啊 张凡两人头都没回 直接碰的一声便把房门给关了 李泽吃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 他站在房门口抬起手来想要敲门 不过很快又放下了 轻叹了一声 在沙发上坐下以后 张凡忽然说道 我感觉那个花雷雷有些问题啊 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凡哥 你是从他面向上看出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 就是感觉 咱们以后要小心一点 凶 黄青云立刻点头 初见王林浩之时 张凡便感觉王林浩有些问题 最后的结果也证明 张凡的感觉是对的 两人携靠在沙发上看电视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 武军一行三人回来了 张凡帮三个人 每人拿了一瓶矿泉水 怎么样 什么情况啊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 他给了我们一瓶药水 他让我们把那药水往我们的毛发上 还有五具白骨上各滴一滴 我照他的要求做了 那液体和白骨一接触 白骨立刻就溶解 先是变成了一堂白色的液体 后来又重新凝聚起来 压实 最后变成了一个半个成年人拳头大小的白色丹丸 一共是五个 当要接触到毛发的时候 毛发立刻变成了一堆黑色的液体 最后形成了一个直径大概是两厘米的黑色丹丸 听到武军的叙述 黄青云不由探头 我的天 这药水也太神奇了吧 是啊 的确是挺神奇的 那他又说 这药水是什么东西吗 跳拿那些个黑色和白色的丹丸 要干嘛呀 这药水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跳拿黑白色的丹丸要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 我尝试着询问了一下 不过他都没说 在我们等待白骨和毛发变成丹丸的时候 我们聊了几句 他虽然承认自己是巫师 但对于赶尸匠这一脉却十分的赞赏 我觉得吧 他应该是个赶尸匠 我们虽然也有一些个有关于赶尸匠一脉的情况的记载 但并不全面 我觉得赶尸匠一脉应该就知道 这药水是什么东西 还有那丹丸都是干什么用的 张凡听后点点头 而后问道 那你有赶尸匠的朋友吗 没有 眼下赶尸匠一脉 根本瞧不起我们这些个普通巫师啊 张凡也是无奈 方浩明已经把勤奔的阴魂放进了阴曹地府 张凡同样不认识别的赶尸匠 他也只能是发动关系在找找看了 那他还吩咐你们做别的什么事吗 没有 他说我们的办事效率很高 让我们好好的谢谢 顺便盯着一点那个亡灵号 而且又给了我们两块金砖呢 武军一边说 一边又要把那两块金砖从包里面掏出来 张凡子一把按在武军的手臂上 别难了 万一又落在我这儿 我还得给你送呢 武军文言看了看张凡 把手放了下来 虽然没有吩咐我们做什么 但是我们看到了那八只跳动的眼睛 就像您说的那般 他们在石台之上跳动的 听到这话 张凡和黄金云互相对视一眼 三十年前 那个老警察就看到过这样的状况 那八只眼睛很是有神 就好像是有生命一样 就是不知道这八只眼睛啊 到底有什么作用 啊对了 我刚才下电梯的时候 忽然感到了一丝雾气 可这雾气很快就消失了 除了我之外 这楼层里应该还有别的物事 咱们得小心点啊 听到这话 黄金云问道 你有感知到这雾气的来源吗 没有 就在这个楼道里面 好 你们三个也劳力了一天了 回房 洗手休息吧 有什么需求 打电话给我 行 那我们就先回去休息了 武军说吧 三人便离开了房间 等三人走后 张凡忽然说道 胖子 那个花雷雷的房间 就是电梯口的位置 凡哥 你这意思是说 那雾气 是从花雷雷的身上散发出来的 有这样的可能 黄金云听后面带思索 看了看张凡 张凡也没再继续说这个 而是开始 给他的朋友们打电话 让他们帮忙 寻找赶石匠 赶石匠本就不多 再加上 如今交通便利 让赶石行业变得十分的不景气 大多数赶石匠 早已是不干老本行了 而是做起了 跟悬门众人一样的工作 如此一来 赶石匠就更加难找了 张凡出山这么久 辗转了这么多地方 见过很多悬门众人 武师 但是 只见过一个赶石匠 就是秦奔 张凡的朋友们 也都不认识赶石匠 他们都说 会帮张凡找找 刚刚挂断电话 门外就传出了一阵的敲门声 黄青云起身 走向了门口 他从猫眼里面看了一眼 眉头微醋 转过头来 对张凡做了个蠢语 是李泽河的女朋友 张凡短暂思考了一下 冲黄青云点了点头 得到张凡的受益 黄青云便把房门打开了 轻云啊 一开门便看到了李泽 满脸堆笑的笑脸 怎么 还有事啊 我们都要睡觉了 这还不到九点 哪能这么早睡啊 在电梯里面我跟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真的想请你吃饭 也算是给你赔礼道歉 我把之前的事情 跟我女朋友说了 我女朋友狠狠地批评了我 说我办的不是人事 你看 把我的耳朵都给掐红了 李泽说着 把通红的耳朵 凑在了黄青云的面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